比如说就像是很简单的 我们说的宪政在中国成为一个禁忌 这个是简直不可思议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以宪法为前提 来考虑整个法律的统一性 要导入违宪审查制度 这个是不会逻辑的 如果我们要对这个否加以否定的话 那么就必然意味着 有一套非正式的规则是高于这个正式规则 否则我们没法自圆其说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但是这个中间比较复杂的 就是从文化论的角度来看的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一个社会它的正当性 它的规则的时效性往往和它的文化传统 确实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文化传统对于规则的理解完全不同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理论命题 它都会相应的产生一些变化 那么而中国呢 在我看来恰恰是存在这种不同的 其实这个命题呢 我在这个就是我记得好像是2002年的时候 朱锦文教授请我来讲的 山王已经涉及到就是一个金字塔 这个体系和一个这个循环圈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对规范的理解确实是很不一样 那么这个当然就涉及到就是说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么如何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值得理论上进行深究的 那么我们假如我们先撇开这样复杂的理论问题 看现实中的法律适用 那么在社会主义的这个法律体系形成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实施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改进 那么在实施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知道法律的解释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来看 能不能使我们已经确立的这个法律体系运作自如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其实关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这里只是把这个现象整理一下 就是说法律有内容上的问题 有应用中的问题 那么涉及到内容上的问题 是由通过立法解释来解决 应用中的问题呢 我们存在两种解释 行政的解释和司法的解释 那么特别是呢 就是行政法规 当然更是由行政部门来进行解释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还有地方性法规等等 那么在司法解释中呢 我们有一个特点 是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都能进行司法解释 那么这个当然是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 他们有时候也共同进行一些解释 在2000年的立法法公布之后 原来这些比较具有杂多性的 这样一种法律体系 就是它的效率关系 不是很清晰的这样一种状况 得到了很明显的感激 尽管也有些问题 比如说中央的部门与地方政府 他们的规则放在同一个党籍上 这个是否真正有效 那么这个当然是存在的问题 那么问题是呢 就是中国在这个法治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啊 存在了大量的缺乏形式合理性的 根据具体条件制定的不同类型的规则 这个规则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 那么这种矛盾呢 需要通过解释技术的处理 然后呢才能够化解 才能够有效的运营 那么问题是这种解释 究竟是怎么做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呢 对于法律的解释是特别强调 就是说设置专职的司法官僚来进行解释 是不容许民间进行解释的 那么这样一种传统在今天呢 依然可以看到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法院在法律解释中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它不具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主管部门的规章之间 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规章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呢 按道理它往往是在具体的案例上出现的 这个时候法院可以通过解释 来整合 进行整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地方法院它不能直接进行解释 要把这个提到最高法院 那么最高法院本身也不能进行解释 它要提到国务院 要由国务院来进行解释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行政解释 压倒了司法解释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行政解释压倒了司法解释 那么首先呢 就会导致 现代法律体系运用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对于公民的违法性进行限制 因为这个呀 一般来说在任何国家都是比较容易做到 最难的是让国家权力机关本身也严格依法办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法律是要限制行政部门的 那么限制行政部门的法律 如果是由行政部门自己来制定的话 大家都知道前些年到现在也是这样 一个法规制定的 往往是各个相关部门会争夺法规的制定权 那么这个呢 显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与他们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既得的这个权力 以及呢 这个对于这个权力的限制的尺度 是有一切关系的 所以各个部门会争相来争夺呀 这个规章的这个制定权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规章的解释本身 也是由行政部门来进行的 那么所以这个中间存在的问题 我想每一个具有基本的法律素养的人 一看就很清楚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中国的这个法律解释体系本身 很难使我们的法律体系 在形成之后 按照一个客观的 能够自洽的逻辑来进行运作 因为当我们说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形成之后 之后怎么样 这个体系就是一个结构 然后今后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发展 应该是依照这个框架来进行的 那么假如解释学是这么一个状况的话 那么意味着它永远是一个立法的逻辑 不可能是一个司法的逻辑 那么这样一种状况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会永远处于一种弯定的状况 那么这个中间呢 当它和行政部门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法律的客观公正的适用 就变得非常困难 那么特别是当这些法律内容 如果制定的越完美 它就越可能限制行政部门的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行政部门就很有可能 要规避这些法律 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来 法律规避行为 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不仅政府部门 企业中也存在 那么假如整个法律运作的枢纽 是行政部门 而这个法律又要限制行政部门的行为 如果行政部门不作为的话 这个法律就会成为一纸公文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假如行政部门 这个法律如果要是不能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利 那么我们说这个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假如这个法律能够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利的滥用 那反过来 这个法律本身很可能不被启动 那么谁来启动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个法律 哪怕还不完善 但是有人来用它 来启动它 这个法律才会完善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通过私人行为 来确保法律的实施 是我们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 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一个是呢 改善 进一步的改善法律体系 另外一个就是使它实施 那么通过私人行为 来确保法律的实施 那么这个时候很重要的 就是要个人权利 观念的这个强调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个个人的 只有当个人的权利很明确 他觉得能够通过法律手段 来保障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那么他必然就会运用这个法律 那么这个时候剩下的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如何使个人 能够积极的 有效的来运用这个法律体系 所以我们根据上面的 就是那些分析和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面临着一种实施的困境 这种困境呢 特别是当你这个作为一个法律体系 而成立之后 某一个部分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如果这个法律规范在一部分人那里失效的时候 那么整个规范就会丧失它的权威性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使法律本身 它要需要客观性 中立性 所以审判独立的话语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重要的 那么法律适用到具体案件中 那么它这个解释和沟通就是重要的 仅仅靠政府的执政部门很难有效的去实施法律 那么加强当事人用法的动机就是很重要的 当事人如果不知道怎么用法 就要有人去帮助他 所以加强律师的作用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重庆唱红打黑运动 为什么牵动那么多法律人的神机 就因为他恰巧在所有的地方是使我们的法律体系无法实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要谈到的就是一些问题 那么下面就想再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要使当事人能够积极的使用法律 有效的动员法怎么办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 很难简单的就是说 很难详细的进行说明 这个地方我只是简单的谈一下 这个当事人他们要积极的使用法律 那么这个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诱因的问题 那么诱因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第一点他相信这个法律 相信这个法律是公正的 是好的 是能够保障他的合法权益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当事人他用法他是有成本的 他要耗费时间 要请律师 还要耗费金钱 对吧 还有败诉的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使他把这些顾虑要消除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在侵权行为法 他有两倍三倍赔偿条款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使当事人至少是在经济动机上 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那么另外呢 当然就是说还有其他方面 就是使他能够感觉到他在诉讼上 所做出的这些是值得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然就是说法律 如何使民众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 这个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中间呢 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当应规范而违法的现象 频繁发生的时候 当一个法律存在着竞争性规范的时候 那么对于立法者的和道德权限的认识 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相应的 那么对于这个 这个法律实施的这个监视的这个严格程度 也很缓和 这一点呢 对于中国来说 确实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规则体系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的 情理法 本身就有完全不同的规范 交织在一起 那么所以呢 也就是说法律面临一种竞争性的规范 而这种规范呢 不断出现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法治的很多逻辑关系 都要发生扭持 那么反过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尽管我们对 法治发展过程中的现象 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 尽管我们对司法腐败深入痛绝 但我们如果简单的把道德化与引进 法律过程 其实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复杂 那么当然就是说 其他的方面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 利用法律所造成的 可以预期的损失的程度 不利用法律所带来的 可以预期的利益的程度 这个呢 也会 决定 人们是不是使用法律 那么这一点呢 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 运用法律 所带来的 可预期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 衙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无解 莫进来 就是一旦打起官司来 这一辈子就有可能搭进去 哪怕你再有礼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 从大家只要到国家信法局去调查一下 就会发现 尽管这个信法中也并不说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但是呢 这个维护权力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看到 违反法律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因为 正因为它存在不同的规范 正因为非正式的规则 潜规则起作用 其实是违反 还是合法 这个界限本来就是流动的 就是说不清楚的 何况还有权力的扭矩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必然会导致 人们运用法律的这个 又应该减弱 所以人们会规避法律 可是假如人们都要规避法律的时候 那么这个国家的秩序还能真正存在呢 还能真正存续下去呢 那么人们只能是速度实力解决 这样我们可以看了近些年 由于我们的司法制度并没有有效的运作 由于信仿制度本身 也不能解决民众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直接速度暴力的倾向 是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显著了 对吧 那么当然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 动用紧力的动机也越来越强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都开始在实力上直接对话 也就是说本来 法律秩序的建立 用霍伯斯的话来说 是为了解决人与人的战争 而意见一个社会契约来形成法律秩序 那么现在 当法律秩序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情况必然又会还原到万人对万人的战争